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最新一集的Gadget Live 還有我馬田之外還有Alan Hello 大家好 上個禮拜就知道你去了台灣 看了一件新的東西 是啊 不過可惜這部機器不在手 不過不要緊 但是 開了嗎? 還沒 還沒 這次是跟台灣的媒體 香港跟台灣媒體一起可以試到這部機器 去台灣手機的牌子也不太多 這次去過這個 這次是看巴巴也知道 沒錯 是華碩的ROG Phone 2 這部電競手機 你去到看其實除了它 其實它應該不算有發佈 以我所知它們好像是 是一個Teleco briefing 就是之後幾天才可以公佈 有NDA 星期一大家台灣和香港就可以公佈 大陸方面 星期二 因為合了另一間很大的公司 一次過星期二 網友玩手遊 對 星期二中國才發佈 這次是真的去試了先的 就是上手玩過 是 叫做上手玩過 雖然時間不是很多 因為這次又要拍片 要拍照 其實這時間都挺緊迫的 其實這時間都 其實最主要就是想等Alan說一下 雖然這部機器也未出的 但是 忽然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究竟他試玩過 整部機器之後有什麼 體驗 或者可以一邊看著片一邊說 因為手機就不在手了 唯有看著片 現場都拍了一些片回來的 可以一邊看一邊講解一下 因為 都 電競手機都算是 這一兩年開始熱的產品 尤其是比較喜歡打機的發燒友 都挺看重這些新的手機 可以見到 這部RG Phone 2 其實呢 拿上手 就會覺得 比第一代 是大了 尤其是機身拉長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用了一個 新的 另外一個尺寸 6.5吋 的 19.5比9的螢幕 所以 19.5比9應該跟現在 我們來 多說一些 就是 和現在 主要牌子的旗艦機 那個 屏幕的比例 應該差不多 是啊 沒錯 但是這個比例 其實 打遊戲 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算打PC的遊戲 有個闊一點的螢幕 其實你 都會看到一些東西 原理都一樣 所以其實 官方都說這個就是 最好的一個 手遊 的體驗 就是這個螢幕 好 片裏 我看到這部機 旁邊 都是有個 洞 界面的問題 這個界面 會不會跟上代 其實應該是同一樣的 都是一個自家 即是 R.O.G. 它們自己的一個 收集員 可以搭配很多 裝備 因為其實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其實第一代 R.O.G. phone 已經有很多裝備 第二代來到 其實都一樣有很多裝備 就靠這個手 去搭配這些 裝備 或者一會兒可以再講一下 裝備 對 我看到你 上手 其實這部機 又不是很大 長了 即是跟 Sony Xperia 1 很明顯是長 整部機 但闊度 就跟第一代 不相差太遠 闊丁丁 和厚丁丁 因為厚度 其實都 或者怎麼說 厚度 厚度也有原因 因為它夠電 這次是6,000mAh 6,000mAh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尿袋 6,000mAh 最近都在說那些 5,000mAh MAX那些 MAX那些型號 都是5,000多 這個6,000mAh 所以應該都足夠你打一天機 都足夠 所以厚多一點 其實都 我覺得 差太大的影響 反而是 拉長了一個屏幕 你只要打橫一部機 去打機的時候 即是你把兩個 手掣 其實 都頗有Switch feel 手提遊戲機 對 手提遊戲機的感覺 講多一點 首先 這部新機 轉了15,000mAh 轉了15,000mAh 我看到 其實它現在說 8,000mAh 是 是不是 業界首隻 8,000mAh 的AMOLED 還是 在它們 印象中應該是 第一隻 第一隻 還有它有1號秒 反應 即是1ms 是的 所以其實那個反應 其實它也在 那個 短片上 也有說過一些 跟其他牌子的手機的反應 即是會明顯看到 你一打下去 它就會立刻有反應 遊戲裡面會有行動 立刻做到事 不會等到那些時間 嗯 即是說打機的時候 可以那個 螢幕那個 是不是所謂的殘影 那個殘影 還是一個 都有影響 對 會再滑鼠一點 是的 即是你當日 親身感受過 我看別人打 但是 我沒有真身試過 譬如說 和第一代和第二代 和一款遊戲的效果 但是看它們打 即是 以及看你的表演 那個效果 的確是很快 是的 還有很準確 是的 那這部機 除了螢幕 特別之外 還有什麼 規格上 有什麼 亮點 最重要就是 一定要說的 就是 它用了 Colcom的 Snapdragon 855 Plus的平台 那 855 Plus 對 其實855 都 沒有特別 其實它多一個 Plus 其實 跟第一代一樣 第一代 它就用了845 Plus 是 其實那個 Plus 是什麼呢 就等於你 玩 DIY 超頻 超頻版 是的 所以這個855 Plus 這個平台 是 是 比起 現在旗艦手機 是再高一點 是 那 跑過分排安肚套 其實 看出來的那個數值 都有 三萬九千幾分 接近四 三十九萬 是的 接近四十萬 是的 其實比起很多旗艦 現在旗艦 我看 好像是小米狗 都是跑到三十七萬 甚至 可能 S10 高到三十八 左右 是的 所以它真的 再高了一級 然後 速度上 再高了 就是名副其實 一個 可能為一個 電競手機 而 度身 對 可以這樣說 這個超頻版 變成 特意是 電競手機 都可以這樣說 其他 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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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很明顯 就給了 打機的 功能 而且 因為 始終它 之前有 聽風錄 那些 其實 螢幕 都差不多 反而 沒有了 夜景 還有一些專業的 攝影功能 但是 目測 因為真的 不是很多時間 試得這麼盡 那麼多 開過相機 那些 功能就差不多 而且 因為其實都是 工程式的 所以 我們其實 都不可以 試了相機 都不可以抄走 所以我們都 聞不到相機 就 沒有細節 應該都快出來 快的 應該 香港 會 遲些 但是 八月尾 應該在電腦節 那些時間 應該就會 什麼的 香港 那為什麼會 遲些 因為其實 官方就想等 齊多些配件 是 那就可以 即 只能出一部機 畫面上 可以看到 是的 旁邊的手掣 有些 插座 那些 就是想等齊少少 免得 只能出的時候 只能出一部機 可能其他配件都沒有 那就變相差一點 那麼 那麼多種配件裏面 其實 我略略看過 因為我試過上代 上代 都是有一堆配件 大家都很喜歡 那 今代 會不會 多選擇 還是 其實跟上代 那個 差不多 跟上代應該是差不多 有些改進 有些改進 因為最重要 剛才你看到 你可以看之前那個 剛剛那個 那個是 Aero Active Cooler 2 來的 你看到也有一個標誌 就是發光標誌 有個風扇 其實 如果你也試過第一代 你應該也有印象 有啊 因為他 但是這個我記得 好像第一代有給錢買的 第一代 好像是要給錢買 沒有問題 Anyway 有沒有 都是送的 都是送的 有沒有現場觀眾可以幫我答 是怎樣的 對不起 第一代是那個扣的東西 都是跟的 都是跟的 好 第二代都是跟的 是 但我看到 應該那個洞就大很多 風扇位 但是呢 風扇位大很多 它的確是 說散熱是厲害一點 但是呢 比第一代那個 再靜一點 再靜一點 是啊 因為第一代是有D文言的聲音出來 嗯 就是你一開的時候 這樣 是啊 我都有兩場 那這次呢 真的 再靜一點 再靜一點 再減低了這些 微弧聲 是 另外還有 下面呢 就有一個USB-C 還有有3.5mm 譬如說你插著 來打機 這個也可以 當你裝了另外 這個遊戲控制器之後 都可以把這個 冷藏上去 是 那就可以繼續可以 你用 你裝了一個殼 有了的手掣 來打機的時候 都可以做到 冷藏的效果 這個 這個就真的是 這個 這個遊戲盤 這個遊戲盤 就幾特別的 這個遊戲盤 你看到它 左中有三卡東西 其實呢 是可以拆出來的 把左右兩個按鈕 插出來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手掣 來的了 其實這個已經是 你可以 Bluetooth 駁住ROG封打 第二個模式 就是你可以駁這個 Case 然後呢 把兩個手掣 插到左右兩邊 放進去 你就這樣看 真的好像Switch這樣 我這樣打機 是不是方便很多 正很多 我挺喜歡 將它合起來 變成一個手掣 那我 好像現在 畫面上 那你就可以 你看到其實 可以將一部ROG Phone 2 駁住電視 然後呢 就只用 Bluetooth來連住 那你只拿著手掣 你就可以坐在沙發上 這樣打機 上代我自己就很喜歡 這個功能 這個很重要 可以變成大屏幕 大屏幕遊戲機 然後又可以駁回 好像Switch那樣 左右手掣來打也行 還有就是 這個有一個接收器 那你也可以 譬如說 把接收器放進去 譬如說 PS4 Xbox 那些 然後就可以 一樣照用到這個手掣來打機 那你見到 多手掣 對 還有就是見到有一個USB C 可以用USB線去駁住電腦來打機 那 所以 這個手掣 我覺得 基本上你買一部 ROG Phone 2 這個 基本上都必買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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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有一件事 又是問回 是 上一代 不是出了十傳大寶盒 是 金袋有沒有 嘩 怎麼可以沒有啊 金袋怎麼可以 當然有寶盒 那 這次的寶盒基本上 都是跟上次第一代 差不多 有齊齊配件的 那 官方聲稱 應該會再多一個斜背袋 斜背袋 其實一個 ROG自己的斜背袋 這樣 你就可以把 一部份的 斜背袋 背著 四圍去打機 哦 聲稱多了這些 行李箱 都有 但是實際 譬如說 上次是限量的 好像香港 不知道 一百 好像是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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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 未肯定 這次也未肯定 已經是有些年代 這次未確定 可能在 電腦節 正式開啟的時候 應該有機會 會說 對的 因為 上代 我有經驗 告訴大家 很多人去找 除了買這部機器 就很多人去找 行李箱 行李箱 怎麼改 因為 你整套行李箱 你不會 因為可以一次過買 所有配件 所有配件 而且是有便宜一點的 我問個人 其實你這麼多人配件 你應該選一些 你自己心想買的 我買下一個 買下一個 我覺得 買完這個之後 我覺得第二個好 通常打打一下機 玩玩一下的時候 發覺我真的有這件事 想要用完 今集玩完 對 一次過 不如買完 其實 可能有些 好像那些 無線投影那個 你不一定打機 那時候都用得 對 不一定會用什麼 那也對 那也對 我覺得 有道理 不是分開買 那上次100個 一定不夠 不夠 以我所知真的不夠 因為 有人真的 經這個水貨途徑 去找個行李箱買 那真的 華碩ROG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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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一定會 再詳細先說一遍 我們真的只看遠觀 遠觀而不能 一年前 我很肯定告訴大家 是一年前 一年前左右 說的是Samsung的Galaxy 4 其實你之前也收過差點有得試 差點有得試 臨到最後一刻就停了 停了 暫緩了 暫緩了 真的暫緩了 因為實在外國方面也傳了很多消息出來 有很多外國的Youtuber或KOL 已經早一步讓我們拿一些機器實施 但是在實施的過程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 這三個月來 當然Samsung一直去工作 研究一下究竟這部機器有什麼出事的位置 好了 到這一刻 剛剛官方公佈了Samsung的Galaxy 4 將會在9月重新推出 沒錯 他除了重新推出日期之外 其實這部機器是有重新推出過的 有些位置是強化過的 即是在短短的時間裏面 是做了很多Molify 優化的 因為很老實說 之前的測試或者先行的測試 實在令人慘不忍睹 很多在實驗室以外的狀況都出來了 令到很多引擎應該會覺得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但也很奇怪的 真的 為什麼都會沒理由試驗到上次後 又會流出 我自己的意見就是有時候在實驗室 未必可以模擬每個人實際使用的習慣 或者外國記者的好奇心那些 拔一下 弄一下 好了 究竟這部所謂新機 有什麼不同呢 跟大家看看 因為他現在就有新的上面發佈了出來 開發大一點 好了 好像是相架來的 首先我們看看這張 沒有特別的 一樣的樣子 好 看看 機背後面 又是差不多一樣 為什麼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張 這張照片我就在The Verge那裡見到的 所以CAP給我們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試試放大一點 好 兩部機都搭在一起 說的是後面那部是舊機 上面那部是舊機 上面那部是舊機 你看到畫面 圖片前面那部 其實那個修邊位是變窄了一點 而頂部 頂部那位呢 明顯應該是再彎去 彎入了一點 即是之前都收了 未轉彎已經收了 現在就直接是過了去 轉彎 對 貼一點的 好 看看下一張 好 下一張 這裡 哎呀 先放大一點 好 同樣 後面那部 被搭的那部是舊機 前面那部是舊機 前面那部是舊機 那大家很明顯就看到 在這個教位 即是前面屏幕接吊的位置 是多一個T字形 所謂T字形 我形容為T字形的一個部件 是 即是一個部件 其實是一個部件 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大家 無論外國媒體好 本地媒體好 其他什麼地方媒體好 其實估計以上這兩個設計 都是為了令到不想有一些細微的異物 可以在教位上下的位置進入 即是塞進去 可能是說一些很細微的灰塵 一些火粒 塞進去 塞進去有什麼問題出現呢 塞進去之後其實會硬到螢幕 因為你知道這個Gasinfo 是用了一個很摺疊式的螢幕 油性的螢幕 如果塞進去其實是很容易很容易會硬到螢幕 而令到螢幕 可能轉換了點東西 或者甚至乎可能滅開 還有其實這張照片 不太顯示出另一個改進 另一個改進是說保護膜 保護膜 即是螢幕上面那一層 並不是螢幕 是說保護膜 保護膜是再蓋得範圍的 是比較多一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就好像Alan你剛才所說 之前Gasinfo很多人測試的時候 看到不滅 那你下面底層的皮膚或肉會露出來 因為會受傷 現在這次把那塊膜做得比較寬 不要令人誤會那塊東西撕得出來 那基本上都要貼到邊 其實都要貼到邊 最主要最主要的都是這兩點 這兩點的改進 那 螢幕底 螢幕底 螢幕底加上金屬幕 其實最主要的都是做一個保護膜的作用 令到這部機的強度 還有可能螢幕的保護性更加高一點 沒有辦法 你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剛才說 你始終是第一次做摺螢幕 這次它是內摺 內摺 其實無論是內摺和外摺都好 其實還有很多技術 你上高要確定的 要確定才可以真正的出道路 沒錯 其實這次我覺得是幸運 可以用幸運的形容 因為他們先行拍一部分的貨 讓一些知名的YouTuber 或者知名的媒體去測試 因為每個人的使用習慣不同 而且已經在現實生活上使用這部機 有很多狀況在實驗室上 從未去測試過 未想過怎樣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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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未想過怎樣測試 現在真的有事 收回大量的訊息出來 再改進 不會像某一次出事的問題 出事那件事 不可收受 那次真的不可收受 那次真的隨名 在系列中隨名 其實都是一個Beta測試 其實都是一個Beta測試 那次都已經當成了一個 我覺得做的保留方法都是好的 不過可能外界會覺得 為什麼好像隔了三個月才比較明朗呢 會不會真的很多東西 其實裡面已經是大改過 那這一刻我們不知道 因為這部機器出來 從來未拆散過 即是新機 I mean 新機 從來未拆散過 給大家看 究竟跟舊機有什麼分別 都沒什麼機會拿到舊機 都沒什麼機會拿到舊機 是啊 有機會看舊機的 差點說 日本有一座原宿附近的 叫做Galaxy Building 類似之類的 我又不太記得什麼名字 有很多層的 裡面除了展示了很多Galaxy的產品之外 有些裝備 有補充的櫃位之外 其中一個位置就是展示了一部Galaxy Fold 我記憶中好像是拆開了 不知道現在還在嗎 即是有拍到照片 有機會可以比例一下 有機會可以比例一下 是啊 終於來了 真的要來 九月 九月 這個很敏感的月份 為什麼 九月有什麼東西出來 哦 哦 那看頭頂尾 看頭頂尾 是啊 都害怕你 那又不是的 硬碰一下 OK的 OK的吧 說得摺機新的 兩種摺機不同的 你說觸目程度 可能摺機觸目一點 摺機觸目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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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知道會有什麼 都沒有怎麼傳 那些很特別的東西 可以說到 但如果你說 它有改良完 那一部摺機 那一部摺機 改良過的 那 假設現在 會比之前好 問題不會那麼大問題 可能那個 出來的吸引程度會高一點 我也想看看 我也想試一下 我也想試一下 想接拍它 我想想看 還有它 看完整部摺機的設計之餘 其實它都是有些 軟件層面上 它都有收拾過的 可能會令到 使用上的體驗更加 你說到試過嗎 因為我也是忍信外媒 外媒的報道去說 你試過我告訴我 因為我始終摺疊 屏幕的解像度 大小 都跟我們現在用的手機 是非常不同的 很不同 就是 某些應用上 其實是多元快的 其實它摺合了 分分鐘 跟ROG Phone 2 可能大小會差不多 摺合了之後 以我的記憶中 好像比較窄 因為其實 好像比較窄 6.5吋 19.5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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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上是 上一部手機來說 老實說 真的比較大 沒錯 你剛才看的尺寸 或者一直以來 Galaxy Fold的尺寸 其實摺合 可能差不多 我猜就會窄一點 窄身一點 因為它也是 打開螢幕 那時候的比例是幾多 會窄身一點 9月出 都要硬碰某 那還未定到幾時 到這一刻為止 所有的報道都說 去9月出 但是9月多少 即是未知投定尾 這樣就未知 那麼 拭目以待 那 很值得期待 這部都這麼久 說了 如果有些朋友 喜歡Samsung 都可以期待 八月頭那部先進 是的 沒錯 好 今集我們就跟大家 由Alan分享過 這個R.O之鋒 上手體驗 有些什麼特別 有些什麼 都幾好玩 對 規格上賣點 我剛才跟大家說過 Flo真的來了 9月了 當這兩部機 真的推出的時候 我們都會盡量 盡量 拿到上手 和大家在這個節目裡面 開箱 和大家近距離 一起看看 究竟這兩部機 還有些什麼特別之處 好 大家期待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 跟各位說聲 拜拜